王金怎么都没料到一部山寨版的赌片竟会比正版还要活 当年王金指导的赌神一上映就涨获3629万的票房 直接带动了香港赌片市场的浪潮 而看到其中商机的刘正伟 集结元奎和周星驰 一起联手打造了电影《赌胜》 凭借着相似的创作背景 以及周星驰独特的无理头风格 已经上映就斩获了4000多万的票房 真一想王金可就不服气了 心想 用着我的IT 势头竟比我这个正版还猛 这怎么能行 于是他吃巨资 挖来周星驰和吴梦达 又请来天王刘德华 在赌上原有的刷包搞笑的基础上 重新又打造了一部赌侠 同时为了增加噱头 他更是将自家老板向樊墙请来客串 我们没见到赌神师傅事故罢休 是啊 打死我们也不离开 嗯 很简单 我可 赶人走 就要用最直接的方法 最终影片上映后 虽没有赶超赌上 可也是拿下了4034万的票房成绩 如此一来 王金心里的这口闷气 才算是完全吐了出来 可要说拍摄时 让王金最后悔的一点 那就是他低估了周星驰的势力 这部戏的男主本是刘德华 周星驰只是个配角男二号 可每当他们两人出现在一起时 刘德华的风头总能被周星驰掩盖 无奈之下 王金只好给周星驰大量加戏 导致这部影片最终成为了一部双男主电影 对此刘德华不仅没甩脸 还表现得非常开心 只因拍摄没几天 他就折服于周星驰的演技了 看过电影赌辖后你会知道 若想让香港小姐演电影 那绝招只有一个 就是放帅哥 当初拍摄赌辖时 片中龙武的妹妹龙九 请谁来演 让王金十分苦恼 进此身边的编剧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找港姐 王金眼睛当下就是一亮 想着也是呀 若是对方真同意 我不就赚大了 于是他转身就联系上了 港姐冠军陈法荣 表明来一后 谁料对方不讲思索的就硬了下来 而陈法荣之所以会如此 就是因为他的偶像是刘德华 如今竟然有机会和偶像一起拍戏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随后他连夜就感到剧组 与王金签订了合同 片中在拍摄餐桌吃饭那场戏时 王金觉得只是吃饭就太单调了 就在他低头森索时 却不小心撇到了陈法荣那双修长的美腿 于是他就立马安排了一场 参桌秀美腿的戏份 后通过电脑剪辑 将陈法荣的那双美腿给亮了出来 这动作是怎么拍的呀 你怎么就不会倒掉呢 你看到这个旗子就是剪接 还有一些壮男在旁边帮忙 这是我往后的时候 其实那个大镜头的时候 是有人在这里帮我顶 影片上映后 这一幕也正如王金所料 成为了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周星驰从张敏房间出来后 脸上顶着的数个唇印 都是陈法荣的写作 据说当时在拍这个片段时 化妆师正在给陈法荣化妆 疼不出手 脸瞅着拍摄时间就要到了 刘德华涂上口红 走上去就打算清 这一下可将周星驰吓蒙了 连连推剧 陈法荣化完妆出来 看到这一幕觉得十分有趣 走上前二话不说 就抱着周星驰亲了几口 于是这才有了今日这个名场面 恐怕周星驰都没想到 当初随手写下的台词 竟成了今日的经典 为了能赶超刘振伟的赌上 王金娃来起主演周星驰 出演赌侠 面对此次邀约 周星驰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但唯一的要求就是拍摄时 他要自由发挥 导演对他不能多加管束 对此王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可接下来他就发现了 这个决定有多让他懊恼 首先在人物出现时 剧情设定的是叼着雪茄出场 但周星驰就觉得这样太老套 于是他就直接改成了吃泡面出场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人自称是赌神 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 我就是赌胜 由于非常崇拜李小龙 之后在大闹赌船的那个场景中 他还多次模仿李小龙的招式与敌防对打 拍摄时有多懊恼 影片商业后王金就多庆幸 经过此次合作 他也见识到了周星驰的恐怖 同时他也并未对周星驰产生不满 相反还认为周星驰是最好的喜剧演员 你觉得他是这个最好的喜剧演员 是他从来都是 但是这一套 我估计后面30年都很难有人追到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如果想了解的内容 请在评论区留言 同时你也可以动动小手 关注我们哦 拜拜 拜拜